白金滾輪、玉石滾輪、心合金壓勺、二叉磁力棒 越來越多臉部按摩道具 幫臉頰滾暗出青春美麗一片天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有很多女明星上鏡前都會用按摩滾輪滾一滾 瞬間小臉跟尖臉 今天我就要介紹市面上四種完全長相不同的按摩滾輪 Riva S按摩滾輪 Riva這支滾輪應該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光Riva的滾輪我自己也收藏了大概有三支 那這一支其實是最小的滾輪 尤其是我們以前常常出差都會直接帶這一支 因為它雖然是標榜是用眼睛的 可是它其實整個臉都可以使用 那Riva滾輪最厲害的就是這個有一個太陽能面板 那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手千萬不要遮住太陽能面板 那因為它這太陽能面板可以產生就是微電流 所以在按摩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很好的輔助效果 我喜歡Riva滾輪的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就是有點模擬真人的手在抓的感覺 這個滾輪在滾的時候就是有點揉捏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痛痛的被夾捏的感覺 這個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在臉部按摩的時候會有一些揉捏跟按推 如果我們完全用手下去做的時候 我們的手可能在一些我們的臉部的人體工學上來講 我們一些操作的力道或是點 會覺得會比較吃力或者是按捏不到 那我們就開始吸進了很多的美容儀器 SARIVA這支就是我們所謂的S color ray 那它跟我們一般的美容師的手指頭的設計是很像的 尤其是它滾輪的部分 跟我們手指頭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你可以從內推到眼角 用我們這樣的方式然後帶到太陽穴 最後再日進行的帶到我們的額頭 它除了去針對眼周的改善 眼尾的提升 還有針對像我們眼周這邊的放鬆跟我們額頭的細紋 都可以利用這支小小的REFA的滾輪下來做一個按摩 然後還有就是說它這個後面的頓點 它也可以針對像我們眼周這個地方 眉骨輕推還有頭皮紓壓都可以做 然後還有女生最在意點像法力紋啊木耳紋都可以用這個 可以在頓點的地方去做一個血點的按點 去加強這個血尾的緊緻度 不管是針對眼周或是臉部 我們所有的手機都是由下往上 由內往外 那眼周也是 那眼周就是在我們所有的肌膚裡頭是最輕薄的一個部分 所以絕對不能夠用力 比在做臉的過程裡頭你的力道還要再更輕微 那我們不見就是由上往下 因為你好不容易戴上去的一個肌肉線條 還有你想要的肌力的高度 因為這個瞬間你力道沒做好可能又戴下來 迪奧圍倒珍珠按摩壓勺 這支迪奧的按摩壓勺啊 其實是他們一個明星產品 就是玫瑰圍倒精露延伸出來的一個按摩產品 然後是另外販售不是隨產品附贈的 它看起來其實我覺得蠻像湯匙的啦 可是其實它是設計是來自那種花瓣的滑脫 然後是鮮核精緻 所以它整支都非常的冰涼 然後呢兩面都可以用 像正面呢它裡面有21顆的那個 可以獨立旋轉的那個陶瓷的圍倒珍珠 它在肌膚上按的時候這樣畫圈圈 可以把你的紋路撫平 那背面其實也可以用 背面可以就像湯匙一樣 這樣把你的蘋果肌往上提 那冰冰涼涼的使用感受 真的使用起來非常的療癒 大家可以看到它最特別的地方是這一面 它其實有21顆陶瓷的滾珠 那這21顆陶瓷的滾珠 我們說它其實就很像21隻小手 然後我們在這個滾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就是在深層的 在刺激我們肌膚的這個血點 那面的這個呢 它的材質是很特別的一個涼感的鮮核精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我們的臉部肌膚上面 最容易會鬆弛 會很在意希望能夠提拉對抗地心引力的 就是我們少肌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背面的這個形狀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非常符合少肌的人體工學 首先我們可以先運用這個滾珠的部分 肌膚全臉去做大面積的一個滑動 其實就像運動之前 我們要去做暖身一樣 很輕鬆的移化圓 臉頰大範圍的下巴到耳下 嘴角到耳中 鼻翼到太陽穴 然後呢 額頭的部分呢 我們都是扇形的去一個拉滑 那有些客人可能他很在意 所謂的皺眉紋的部分 那一樣的 就是去做一個畫圓 畫圓的動作 額頭啊 或者是說我們眼尾的 很在意的魚尾紋 一樣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按摩 我可以針對我的消肌的部分 用背面這個涼感心合金 去做提拉 先把它拖住 拖住之後稍微往後往下壓 去做提拉 其實一天 大概30秒的時間 其實你就會發現 天啊 我這個人變年輕了 變提拉了 小小的提醒 就是左邊坐 右邊也要跟著坐 對 兩邊才會一樣漂亮 一樣美麗 所有的按摩工具 特別是在居家使用的 它的安全性跟它的衛生 一定是我們需要特別去留意的 因為畢竟就是在家裡面的一個 使用的空間裡面 清潔上面來講 像我們這個工具 基本上我們用家裡的一些 清潔的卸妝液 用化妝棉沾完以後 去做一個清潔 那家裡面如果沒有用卸妝液的話 其實清水 用化妝棉沾時 用做清潔其實就可以了 影射2X活力磁棒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影射的SPA 推出了一個 就是自行研發的一個磁力棒 看起來也是一個 長得有點奇特的按摩道具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是有兩叉 那它是用臉部的 所以它這個兩叉的間距啊 就是完全可以讓 符合你臉部的這個曲線 那另外它其實拿起來非常的重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實 因為它整個都是不鏽鋼 304不鏽鋼 再加上它裡面有很強大的磁力 那這個磁力啊 在按摩的同時 它的那個 呃就是磁力 可以升達到肌肉的深層 發揮一些按摩的作用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按摩要很有感 很有那種被按摩的感覺 選擇這個磁力棒 絕對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這個磁力棒呢 它是一個小蠻腰流線型的設計 很方便我們居家使用 臉廣下緣的地方 從下巴的地方開始 然後由下往耳下的方向慢慢的順滑 接著呢我們再把磁棒放在我們的 顴骨下緣 然後由內往耳朵中間的方向慢慢梳滑 提升我們的蘋果肌 我們再把磁棒往上移一點 一個放在眼睛下緣 一個剛好會跨在你的顴骨下方 一樣由內往外到耳上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把磁棒放在額頭上方 同時做畫圓的動作 我們再把磁棒放到太陽穴 做一個畫圓的動作 把磁棒放在咀嚼肌 放鬆我們咀嚼肌的這個肌肉 而眼睛的部分像現在人眼壓過高 我們可以單支點 把它相近我們的眼眶骨縫 做由內往外畫圓的動作 磁棒本身它就已經有一個重量在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服貼肌膚 然後輕輕的不需要過度的用力 再來不要做來回拉扯的動作 對 因為這樣子來回拉扯 反而會讓我們的皮膚 產生不必要的皺紋 NOMEL正能量白水晶美顏棒 那剛剛我介紹的那三款的美容按摩道具 都是屬於金屬類 那這個NOMEL則是屬於白水晶 那白水晶就是那種石頭跟金屬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這種玉石它的密度比較低也比較輕 所以在你的手上其實也比較好推演 像前一陣子流行的那個蜻蜓宮廷劇 就是有一些瓶妞娘娘就是在古時候在清朝就在用這種玉石滾輪 就是保養自己的皮膚了 白水晶的這個按摩棒其實就是如果你是覺得那些水晶 能夠提供你很大的療癒正能量的人 那你應該就是要選擇這種玉石的水晶 因為它有像這種白水晶啊或者是這種黑曜炎 聽說黑曜炎的磁場非常的強 或者是粉紅水晶 那它們這些水晶有不同的能量 不但可以讓你做一些物理刺激 讓你的皮膚就是有很好的新陳代謝的循環之外呢 它還可以讓你的皮膚感受到冰涼 然後提拉跟緊緻的效果 Nomel的正能量白水晶美顏棒 選擇的水晶都是天然的 我們認為白水晶的能量磁場非常的穩定 在各類水晶中 它能夠幫助你平緩我們的情緒 穩定你健康的能量 分兩邊一個大頭一個小頭 可以方便在不同的臉部的角度 我們會建議在使用的時候 先單清潔臉部肌膚 配合我們的精華油 有一點滋潤的效果 然後在臉上開始從下巴 然後往耳朵太陽穴的方向往上推 那通過淋巴可以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一直從我們的臉頰鼻翼兩側往外推 把我們的水分和多餘的水腫 它可以很有效的減緩水腫 然後額頭我們可以用左右的方式 也可以從上往下 它其實非常方便使用 沒有一定的方向 但是很多人說 那我是不是不能來回 其實不會 因為水晶的能量它是 能夠在你的皮膚表層 在你通過滾動的過程中 形成一種Energy 可以幫你平浮你的心情 還有皮膚液健康的一種肌膚能量 以上介紹的就是我最愛的四款臉部按摩小道具 你有沒有喜歡哪一款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